第七局 霍安佩德勒杜兰开球 直接滴杆拉回来 二号小角度不错 够直 还可以滴杆往回拉 较到比现在的这个位置最好再往下一点点 不要太多 节奏又加快了 黄一 角度不错 可直接先下来叫四 情推呢 这叫五 这边叫七 七叫六 六叫四了 这次序呢 因为一颗选择就完全变了 对 你是先打难度球 还是最后一个留难度四去叫黑拔 这个在里边其实变化特别多 那你留在这个四号球叫黑拔的时候 首先是它不太容易进 然后它还是黑拔的衔接球 就等于说是蓝上加蓝 你看这个案是怎么选的 有没有想法直接从里面带赛先叫四 五还是叫七 没问题 那推过来就变成一个从上往下的四号球了 并且要带一些干法 要小心不要碰到十五跟九 准一干 那你到底准不准 而且黑拔还要叫一下 而且黑拔还要叫一下 不要说太难 因为前面它有上一杆黑拔也不难了 没打得去 所以这杆如果说就算四打去了 黑拔尽量叫简单点 往回地杆稍微拉一点点 还是打进就行 黑拔不能掉 我安排的罗都蓝上